新型冠状病毒持续在国际传播 韩国和伊朗新增病患持续大幅度增长 韩国当天又确诊229人 其中大约100人和大邱的群体感染有关 死亡病患再增1人 伊朗在确诊实例累计达到28人 韩国出现了全球最大的群体染染确诊人群 国务 총리为了很责任的责任 国民们尊敬的说明 2月22日韩国宣布新增确诊病患229人 新增死亡1例 在新增感染者中 大约100人与大邱群体感染源头之一的 新天地大邱教会有关 截至目前与大教会有关的确诊病患 达到了169例 但最初感染者仍未确定 因为涉及9000多信徒 在大邱的另一个群体感染源 清道大南医院的病例已达到108例 截至当晚10点 新增的1例死亡是庆州市的一名40多岁男性 他是在身亡后被确诊 目前韩国累计新冠肺炎病患433人 死亡3人 日本22日累计确诊人数达到了755人 其中钻石公主号上的感染者为634人 当局确认 有23名乘客未经检疫就下了轮船 意大利成为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截至22日 意大利至少有58起确诊病例 两人死亡 意大利北部包括科多尼奥镇在内的十多座城镇被封锁 当天 19名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撤离的意大利公民返国 他们将被得离观察 在本周初还没有病例报道的伊朗 22日再新增10例病患 总计达到28例 有6人死亡 以色列目前正在寻找与韩国朝圣者接触过的 当地人 2月8日到15日 有39名韩国人到访以色列 其中9人后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他们访问过圣木教堂和麦比拉洞等地 目前全球有大约30的国家和地区 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